終於終於終於被我找到了 原來點心可以這麼好吃 今次帶大家在鬧市中尋找隱世美食 我還找了老闆做一個專訪 千萬不要走開 歡迎大家回來魚夫人的頻道 今天這麼早會帶大家去哪裡呢 今天帶大家探的是一間隱藏於鬧市中的手工點心店 象初 在這座城市裡有一班人 他們用心製作每一道的點心 將傳統的味道延續下去 他們就是手工點心象人 在這些手工點心的背後 是一代代的傳承和堅持 這種堅持得來不易 尤其是在深圳這個大城市裡 究竟它背後有些什麼故事呢 等我逐步帶大家探索一下 這間點心店是位於龍江區的 在福田口岸搭10號線 可以去到板田北站 如果同行有小朋友或長輩的話 建議打車 之前在小紅書 已經看到有很多本地人 推介這間點心店 前幾年央視也有訪問過他們 因為他們研發了一個火龍果皮 是粉色的 非常之特別 這間餐廳分了戶外和室內 一走進去就看到一手七寒絲的屏風 裝修都挺古色古香 整體的裝修色調是用了原木暖色系 留意這間點心店 星期一會休息 老闆說他想維持同樣的食物質素 所以不採取輪班制 室外有一個小庭院 建議大家坐外面打卡都非常出片 由於我很早就去到 所以我可以看完整個摩蝦的過程 這些就是九折蝦 用來做他們的招牌九折蝦王 首先把蝦倒進盤裡 再用冰浸一浸 這樣起肉就會簡單很多 剝了大半小時後 終於剝完了 在戶外也有一個大玻璃 可以看到師傅做點心的過程 蝦餃皮粉質的部分 是用火龍果紅色的汁調製而成的 真是很特別 他們總共會手工製作十幾款的點心皮 包括蝦餃皮、粉果皮 兩位師傅合作無間 一個是做蝦餃皮 一個是包蝦餃 起薄餡靚的秘密就在於師傅的功力 之後就要製作燈籠榴槤 一個個的榴槤擺在眼前 絕對是真材實料 榴槤蘇在這裡一定要叫 那種滋味是愛用言語無法去形容 有什麼意思 其實像初的話 簡單來說 叫做像心 初心 兩個字體都是我自己設計的 公字中間的根兩根根 其實做人不要根根計較 像人的核心背後是堅持 堅守自己的底線 可不可以在一個深圳的地方打造一個這樣的文化 可以在一個環境下挽入 萬六零 而我現在第一次看到也是 門前的這兩棵大樹 十個半年才拌到手 這裡喝茶都很講究 聽老闆說 茶葉價值不非 所以茶界每位收六元 喝到這麼高質的茶 真的是絕無僅有 我們整個頂部 包括所有座椅板椅 都是圍繞一個純樓結構 極簡模式 看起來什麼都沒有 但是每個細節都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寧願多花點工 都不寧願去偷雞 好像茶水裡面的話 人家都是用自來水 我們是用礦泉水 如果用自來水的話 會租賊了這個茶 我們這裡的話茶花費六蚊雞 你這個六蚊雞 哪裡可能提供這麼好的茶呢 我不怕你們笑 我們不是為了賺這個茶業錢 更多的話是普及比 更多的消費者 他吃到健康的食物 加上他喝到健康的茶 那時候他自己就心裡有答案 好了 現在我要點東西吃啦 相信我 九折餃王 若膳鳳爪 榴槤酥 楊梅蝦球 都一定要吃的 好了 食物終於來了 我們逐一試一下味道如何 有一層燒粉 有蝦餃 有白色皮和粉紅色皮 粉紅色皮就是火龍果皮 這個燒賣 還有芥末蝦球 都是這裡推介的食物之一 第一個吃的就是 這裡的招牌點心 九折蝦王 外形晶瑩剔透 隱約可以看到裡面的餡料 果然是皮薄餡漂亮啊 不要以為為什麼爆開了 其實是新鮮的蝦 蒸熟了就把皮擦爆了 代表著那個蝦真的很大粒 外皮是我吃過這麼多蝦餃中 最嚴韌的一個 挺有趣的 味道是帶一點點甜的 粉色皮是再甜的 除了大人小朋友都應該挺喜歡吃 我自己就喜歡吃白皮 第二個吃的就是羊梅蝦球 你看它的外形做到好像一個羊梅 這個是羊梅蝦球 試一試 好有趣的 這個外形好像一個荔枝一樣 它很有層次感 它裡面的蝦是很實在的 然後外面有些羊梅味的脆薄薄 我以為很甜 但是都OK 這個是老闆娘介紹的芥末蝦球 現在吃芥末蝦球 炸過的蝦球 加入少許辣味的芥末沙律醬 所有味道都融合得剛剛好 非常好吃 很香榴槤味 接下來這個榴槤素 是我們這麼多人都覺得很驚喜的 一個點心 實在是太太太好吃了 真材實料的圓石榴槤 再用一層很鬆脆的酥皮包著 連我那位不是好吃榴槤的朋友 都吃到讚不絕口 他之後還介紹了朋友過來吃 一隻裡面單品是賣得最貴的一隻 為什麼我們這些時令的餐 基本上我們不做凍品 因為凍肉的話 講真的成本很低 而且穩定性強 一粒的餡料等於兩粒半的餡料 知不知道我們以前都是用天鵝酥 明明我們用新鮮榴槤肉 只不過是款式大家都是一樣的情況下 讓大家一說 後來剛好那時候 為什麼我們叫燈籠酥 隔母兩個星期就是中策 然後我跟大廚又想 季十五有沒有什麼新品可以推出 媽媽的小女兒拿著燈籠圓的紫燈籠 在我面前掃過 我跟大廚說明哥 他只用酥皮 我說這樣用榴槤酥可不可以 然後他說我試一下 然後我們一做整個紅月 現在你看到外面的燈籠酥 互相學習 因為好像你說這個燈籠酥 一個成本不怕你們笑 我九元雞的成本 我才賣十四元 這個就是藥膳鳳酒 即是我們品牌的藥膳雞腳湯 油助行氣活血養身之寶 你看這個湯煲得多白酸酸 這個是醬汁燒賣 你看非常有份量感 很大粒 裡面有蝦 有菇 喜歡吃燒賣的人 一定不可以錯過了 陳川粉是一種很薄的米粉片 口感很柔軟又彈性 還有一種很天然的米香味 是一道很有特色風味的廣東美食 吃下去很韌韌韌 非常適合我的口味 不記得跟大家說 這裡有點心可以一個個買的 所以如果你一個人來的 都可以吃到點心的 我們今天總共吃了十碟點心 再加茶餵錢大概每人七十多元 但是七十多元可以吃到這個質素 我想在香港比較難一點 對於我來說 手工點心就是一場味蕾和心靈的交流 當你品嘗美食的時候 亦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和文化傳聖 預製菜雖然方便 但是往往因為加了一些添加劑 而失去原本那種鮮味的感覺 所以我都很推介大家可以過來試一試 這一間的醬醋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愉愉之味的系列 如果可以就給個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Bye Bye I'm